相信你也看了價值兩億美金的Netflix大作《輝影人》 Netflix的勝利演算法是如果要打造下一個打不死的類0076號 那就一樣畫葫蘆找來演過007特務的安娜德哈瑪斯 也許你都把眼睛放在雷恩格斯裡如何皮笑漏不笑 也許你都在注意美國隊長克里斯伊凡終於可以用八字虎演壞人 但那剛降臨世界的閃耀新動作女星 安娜德哈瑪斯似乎被低估了 安娜德哈瑪斯一路從性感外露 從小配角轉型成掌握劇情的女主角 再用俐落的動作武達打開自己的演藝圈之路 Netflix的金髮夢露 由安娜單剛演出快要被世界遺忘的《瑪莉蓮夢露》 專技型電影一向是考驗演員演技的那一塊 而且計畫歸類成17歲以下不移的影片 更是讓所有人期待 關於演藝圈新女神安娜德哈瑪斯 你有需要知道的十二件事 第一點 20090的《謊言性派對》 是一部西班牙洋眼限制集電影 安娜出生在古巴 18歲時搬到西班牙 所以她出現在西班牙電影也是剛好 《謊言性派對》有歐洲電影的《狂》 故事描述兩個女生 其中一人想出讀完交易的怪招 獲取資金 得以參加音樂機 安娜在一群女孩中非常鮮艷 雖然整部電影只有一個字 亂 最後警惕的結局 說著歹路不要走 第二點 2015年的當辣妹來敲門 是金如里維重機 John Wick去哪了 某一天下著大雨 兩個真的麻辣湯的辣妹來敲門 進門後當然發生了該發生的事 隔天這兩個麻辣湯回來鎖命了 金如里維為了維護家庭被百般折磨 這故事告訴我們下大雨的天 就算是快遞在門口都別開門 這兩個麻辣湯其中一個就是安娜 這樣是要怎麼不開門啊 第三點 2016年的惡夜殺機 安娜再度和金如里維合作 先說金如里維真的很適合這種神奇落寞的角色 惡夜殺機中 金如里維飾演調查大黨死因的警探 安娜飾演精神戰勝法的強暴被害者 原來金如里維白花精神了 她身邊的大黨就是強暴安娜的兇手 在惡夜殺機中 終於看到安娜帶著標誌的臉蛋 開始有演技 第四點 2016年的光榮擂台是巴拿馬出身卑微的拳擊手 勞伯杜蘭傳奇故事 這種運動型傳奇故事的樣板通常是這樣 先低潮再努力 再高潮再對決 安娜頂著一頭金髮飾演勞伯杜蘭的老婆 光榮擂台最美的那幾幕都和安娜有關 第五點 2016年的火線淘寶故事由惡寶一胖一獸 軌跡多端的傢伙說起 一切都是為了錢 大量的錢從哪裡最快獲得 結論就是軍火了 販賣軍火可以說是有極高的風險 不意外最後當然被捕 但是火線淘寶把商場上經營需要的勇氣描寫得入目三分 很值得一看 安娜飾演惡寶之一瘦子邁爾斯泰勒的老婆 第六點 香車配美人一直是電影的賣點 2017年的倒數飛車堆出12輛商業古董超跑 美人正是安娜德哈瑪斯和蓋亞維斯丹剛 帥帥的男主角史考特伊斯維特是克里伊斯維特的兒子 故事是一對寶的偷車兄弟 偷車過程中不小心惹到黑幫老大 只好幫黑幫老大偷更打的 組合一個超強的偷車聯盟 倒數飛車是視覺上真正的爽片 第七點 2017年的銀翼殺手2049 可以說是安娜德哈瑪斯的重要里程碑 銀翼殺手2049是1982年銀翼殺手的續集 這故事設計的人造人負責一些低劣的工作 然後在設計銀翼殺手這個職位的特別警察 負責追查這些亂跑失控的人造人 雷恩葛斯林飾演的K就是銀翼殺手 但也是個人造人 人造人有感情有意識當然需要女友 而這個女友就是由光線組成的安娜德哈瑪斯 大家應該都很想買一套 除了女友需求 K人造人也在問自己怎麼來的 他的記憶是怎麼產生的 所以設計機器人千萬不要認真 認真以後就輸了 另外雷恩葛斯林飾演的K人造人 那種情緒緩慢 臉部江馬的模樣真的很適合他 因異殺手2049可以說是安娜和雷恩葛斯林合作的基礎 謝謝 愛你 第八二點 2019年的無間行動 把FBI和臥底之間無限的輪迴講得很徹底 這部電影告訴我們 沒事千萬不要當臥底啊 一對臥底終身臥底 這次安娜頂著大破浪卷頭髮 自演碎到爆男主角的老婆 有趣的是在電影裡 他們倆的小孩也叫安娜 第九五點 2020年的搶救德梅洛是Netflix很上場的真人正式改編 一個聯合國外交官在伊拉克的宅男故事 但搶救德梅洛不是只有局勢、爆炸、營灸 搶救德梅洛男女主角的愛情談的可圈可點 女主角安娜在影片中該美的都超美 金髮的安娜真的無與倫比 這部劇情片證明安娜有能力扛起一部電影的女主角 鑑定之後和Netflix繼續合作之路 第十點 2020年的夜班服務員 大方的安娜送你兩個店 旅神真的沒在客氣的 該露的就是露 一個由雅斯伯格的夜班服務員 在旅館房間裝上監視器 致時觀察別人的人生模仿人類的行為 結果不小心竟然觀察到一個兇殺案 最後安娜扮演渣女來幫男友討回行兇的記憶卡 第十一點 2021年的007生死交戰之養眼特務 安娜出現的時間超短但記憶超深刻 離開營廳扣子記得這位身穿禮服進行特務的安娜 安娜天生的南美洲特質和南美洲美貌 在生死交戰中顯露無意 這短短的幾分鐘多看幾次都不膩啊 一起來複習一下 第十二點 如果要十二編退一部安娜的電影 2022年的深水會讓你忘不掉性感的安娜德哈瑪斯 女神真的沒在客氣的該露的90露 由班艾弗雷克演出男主角 自從班艾弗雷克和J露再度結合後 吳時無刻都是處於非常累的狀況 深水中的班艾弗雷克看起來更是昏昏一碎 綠雲照頂的班艾弗雷克 吳時無刻看著老婆安娜和其他男友打情罵俏 最後親手解決幾個小懶狗的故事 你說這樣的劇情看起來很平庸啊 但班艾弗雷克那裡面騎腳踏車的困臉和安娜放大覺的挑逗 強烈的反差對比讓電影好看 所以我會從這個牆壁上升 然後我會唱歌曲嗎? 感謝你也喜歡女神阿娜德哈瑪斯 按讚訂閱加分享 喜歡阿娜德哈瑪斯請加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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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